這個流程已經申請了臺灣的專利 這個流程他理論的根據 就是根據這個約翰伯伊德的OODA的循環理論 各位可能對這個約翰伯伊德很陌生 約翰伯伊德是誰 他以前他最早是一個美國空軍 美國空軍的戰鬥機的飛行員 人家稱他叫做瘋狂的伯伊德 也就是說他發展出一套 在空軍作戰的時候一套法則 他有能力在40秒裡面就打下一架戰機 那人家就說你美國戰機性能比較好 40秒打下那當然 他就開了一部F104 F104夠老了 夠久了 比他性能更強的模擬空戰 一樣40秒給他打下來 他就是用這一套在空戰法則裡面 用這一套OODA循環的比喻 簡單講什麼叫OODA 他就去觀察 他先開始觀察中心資訊 然後判定他的對手他的遺跡 待會兒會往哪裡去 他會怎麼攻來 已經給他做一個定位 就從觀察裡面去 把對手未來的走向已經定位 判斷他會往 待會兒會從這裡攻過來 那就趕快下了決定 好 那我就 我已經知道他意圖了 我就比他更快 在那裡等你 等你飛到這裡 我就叭叭叭 馬上一打 你就掉下來 你性能再優秀的戰機 我都可以用這個OODA循環 入 好 可以幫你洗白 那一開始他是一種空軍戰術的引擁方法 後來發現說 欸 這套OODA循環的理論 可以用在整個國家的軍事戰略上 所以後來美國的國防部 他國防部長倫斯北 他把這個後來他寫了一個教材 叫OODA循環 然後被美國國防部 這個部長尊為說自孫子以來 全世界最偉大的戰略家 把他尊尊為OODA循環的創辦 所以美國現在所有的軍事戰略 就是採用這個OODA循環的理論 那現在這個理論 就是過去商業的戰略 絕大分額來自軍事 所以慢慢21世紀之後 OODA循環的理論也開始在美國企業界 被廣關的運用 那這個OODA循環 他說我們戰爭 我們競爭的時候有兩種 兩種不同形態的競爭 一種是消耗戰的競爭 消耗戰的競爭 就是說你兵力比我大 你就贏這種屬於消耗戰的競爭 就在我們在20世紀工業化時代 大公司 你的資源多 你的兵力多 你的行銷預算多 你一定贏 如果以前在20世紀 誰兵力搶就誰一定贏 那兵力搶一定贏 可是走入21世紀 局面完全改變 兵力大不見得會贏 兵力大不見得會贏 21世紀已經從所謂的資源對抗 資源消耗走入到所謂的策略衝突的情境 你贏是贏什麼 贏在你比競爭對手有更好的知識 更好的創意 更好的創新 這時候競爭已經不是從消耗戰 已經走入所謂的策略衝突 他說凡是在屬於策略衝突的情境下 你會贏的原因 是因為你比競爭對手更快走過 OODA的循環 更快觀察 更快定位 提出構想 提出假設 更快下定決定 更快採取行動 然後每一次經過這樣的循環 有更新的資訊去更新 你永遠都處於在一個 比競爭那種更快的速度上 你就會贏 所以 這個OODA的循環 我們把它發展之後 已經結合上午我們所上到 那個策略思考的八大流程 那我們就發展出 我們在做 創新領企劃案的 商務企劃的八大流程 所以簡單講 第一階段觀察 在觀察之前 我們要先決定我們企劃的目的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先從現況開始分析起 先掌握進行現況 先決定我們的意圖 是核心事業改善 新事業創新 然後去提出一個雛形的構想 目的明確之後 緊接著進入第二階段 做到要提出整個企劃的構想 越景明確化 那我們就要從 這些外部內外部的情報 去產生 洞察 構想的洞察和靈感 然後很快的把它brainstorming 產生很多很多的創意 再選出the best idea 然後把它設計成 這整個企劃的商業模式 你的企劃概念 你的願景是什麼 那我們就做到 未來的願構想的明確化 那在這個階段 到這個階段就是 第二個Orientation 我們決定了嘛 這第一個是觀察 第二個是Orientation 緊接著我們就要進入到 決策分析了 從這裡開始就要做決策分析了 就是完全按照 策略管理學派決策分析 第一個 好 針對這個構想 我們要整理前面內外情報 去做出SWART的分析 去決定說我們面臨什麼樣的機會 什麼樣的威脅 我們有沒有什麼優勢 什麼弱點 然後再來 當我們這SWART的分析表都做完之後 我們就有辦法去為這個企劃 設定一個 所謂的策略議題 簡單的講策略議題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要給主管決策 我們比如說我們開會要先決定所謂 我們要先開會 我們要譬如說一個會議 要先決定討論的提綱是什麼 議題是什麼 討論的議題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整個慶化會議 裡面要討論的策略議題 就是我們這個會議裡面 最重要要討論的議題有哪一些 好 那這個議題我們最終決定了 最高的policy概念 最最高的政策指導原則是什麼 根據這個企劃案的指導原則 我們去設定 比如說五年後 這個案子的具體的成果水準是什麼 然後這個叫方向性的目標 方向性的目標 五年後 然後再切割第一年的目標 第二年的目標 第三年的目標 這個都叫做所謂階段性的目標 我們後面還會再講很快 我會再描述一下 方向性的目標叫goals 階段性的目標叫objectives 我們目標管理叫做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所以方向目標是一個期望值 階段性目標objectives是幹嘛 這一定要去執行一定要去管理 這階段性目標才是最重要 這樣各位了解是不是 好 目標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要把目標跟現狀 去分析出這個案子最關鍵的 三到五個最關鍵性的bought neck在哪裡 關鍵性的瓶頸障礙在哪裡 好 那最後 怎麼樣去突破這個瓶頸 完成這個目標 是各個部門就要提出你的對策辦法 比如說財務部門 你要針對財務的部門 提出你財務對策辦法 研發部門 就要提出研發部門的對策辦法 生產部門要提出生產部門對策辦法 行銷跟業務部門 你就要提出你行銷部門的對策辦法 所以我們在這裡 因為我們是在企劃的訓練 所以我們只focus在哪裡 只focus在行銷以及銷售部門的對策辦法 就包含你的SPV以及7PS 你的行銷的策略以及7PS戰術 然後最後就是你要把這些戰術 轉化成一個一個的執行專案 最後把它整合成一個action plan 這個就是整個啦 企劃的流程 所以從企劃流程從目的開始 一直到action plan 結束 那之後就走路到專案管理的流程 就是那個PMP有沒有 回去專案管理是五大流程 就整個企劃流程結束 就是專案管理 專案流程的開始 因為接下來你切割成一個一個的專案 你執行專案 你就根據專案的流程開始去執行 這樣各位來解釋意思嗎 所以最簡單的講就是 目的 構想 策略 計畫 行動 就等於OODN的訓練